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讯期间 4月28号至5月1号 海讯期间 5月1号至5月6号 教师设课 求生灭火训练 提起灭火器 拉开安情仓 握住体管 朝下火苗 好 感敬火 好 好 好 摩尼船训边跳水求生训练 跳台跳水 游向救生坊 然后攀登进入救生坊 摩尼海上一字形加大法求生训练 漂浮重点是放轻松 别用力 模拟海上圆形求生训练 由内而外围起一二三四共四个圆圈 大家投向后仰 不会游泳及体弱者围在内圈 具有保护作用 散开方式 外圈的人先松手 救生坊 救生坊扶正训练 救生坊在落入水中时 可能会因风势或是海浪影响而翻覆 因此必须借由自然的力量协助 再将颁布的救生坊扶正过来 以便人员进入救生坊中躲避风浪 受训学员学习协助不会游泳的学员 利用救命锁 相互协助学员进入救生坊中 新备复苏数 CBR 评估意识 呼叫求员 维持呼吸道畅通 评估呼吸不超过十秒 进行二次忍攻呼吸 循环不超过十秒 找出正确胸外按摩的正确位置 进行胸外按摩 进行CBR时正确的姿势 效果评估 一分钟后评估脉搏 无脉搏继续进行CBR 有脉搏需评估呼吸 若无呼吸 每五秒给一口气 直到有呼吸或专业人员接受 若无呼吸 每五秒给一口气 直到有呼吸 或专业人员接受 因为什么东西 大概都换行的 包括可能 你们去年没有来 所以没有把它拼叫 但是基本上 环境什么都 过去会好一点 包括冷气 生活环境 在这边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第一个还是很欢迎大家来这边接受海讯 记得吗? 我们下期宝了 我们下期宝了 我们下期宝山 等会 好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头绳作业训练 由绳练的鱼捞员教导下钩作业 教导支绳、鱼饵料以及扶球作业 所用的鱼饵料是整箱解冻鱿鱼 将解冻鱿鱼勾挂在钓钩上 食材料令、鱼饵料以下饭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海中卷羊肌搅起主绳 学员在传弦边学习回收支绳及吊钩 以吊钩有倒钩 其实是一件相当具有危险性的训练工作 阳神作业训练 阳神作业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阳神作业训练 阳神作业训练 至少有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如果已经觉得不适合 那我就要想请他是不是 可以转换跑道 或怎么样提早 因为毕竟人生当然可以重来 但是问题是不要搭配太多的时间 就知道自己的事情 就知道自己已经连接吊钩 他们在这里 Judge 观众 过境连接吊钩 结果 所以就真的有什么 演绳之说 现在是值得 迅程虎晨迪迫 各種的東西 學到如何在海上如何自救 非常感謝漁業提供的這個課程 讓我們學到了許多同齡人們 在這9天的訓練中 我的感想是很開心 在這3天的路訓中學到很多知識跟操作的東西 在我的感想是 感想 在海訓的這6天的過程中也不錯 尤其是第二天的學生 在這6天的學生 在這10天的學生 我們知道了